各位 又是無語錄long hair on air的時間 昨天我去了政府總部門口示威 說不要明日大雨要失業援助監 撞到藍絲團體 贊成政府抗疫第三期基金的撥款 還說明贊成明日大雨 覺得大灣區的經濟是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 整個故事就是明日大雨本身 扔錢下海或者要8000億扔下海是有理由的 現在政府不肯拿錢出來做失業援助金 都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趕快通過了 他們還說明快點弄健康碼 互通 不然搞不好 其實這個問題現在搞到最後就是 香港人的錢不是來救香港現在受苦的人 或者越來越受苦的人 看到隧道的曙光都未必能捱得到 因為餓死了 我也說過很多 2250元的縱門你真是較租好 還是買個飯盒好呢 好了 其實這幫人這樣說 他又好像盲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很多炒股票的人 我不炒股票的 覺得恆大這件事 不斷卸好像吃了卸藥 那些債券的價格和股票的價格好像吃了卸藥 越卸越厲害 一路卸的時候就有個問題 就是你已經欠這麼多錢了 你那些債和股票的價格向下跌的時候 你的資不抵債更加嚴重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 恆大集團有限公司這封信 恆大當然不承認 恆大差到有多差呢 老實說你說匯豐很差 老實說在一個商業社會 恆大可能死了 因為其實恆大集團是控制恆大地產的 恆大地產的負債率已經是200% 所以拖累到這個恆大集團 因為恆大集團就是控股控制它 即是它旗下業務 那麼重要骨幹的業務 都欠債200%的時候 恆大集團欠債差不多去到九成 無論你怎麼說呢 搬來搬去的數字 這些東西都無意思 其實在炒股票通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每年會賺多少錢 我手提了多少錢 但是就不說我欠了多少錢 即是很簡單 我長毛告訴別人 我每個月有五萬元的工資 但是原來我還債也要還六萬 那我再去問人借錢 那就越緊越大了 那個雪球 這個就是金融資本主義 賭場資本主義的原理 我想說的就是說 當我們香港的有錢人 尤其是藍絲 那些領袖在那裡說 我們做這個大灣區 大灣區當然是 就是習近平說了 習近平說了要做大灣區 大家就好像一定要配合這樣 不做就是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不是不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先崛起 是不是 這個就是政治的問題 但是你要拿錢去的 那我們香港人就拿錢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很簡單 你看回大陸的其中兩個最主要 去令到那個大陸的經濟增長 就是一個就是鐵公雞 一個就是內房 當然有其他的企業 這個我們暫時忽略了 因為這兩個就直接是 和民生有關 也是由政府政策去支配 其實發生了什麼呢 其實大陸整個官僚資本主義 由共產黨去控制 就學了香港的 就是很簡單 有什麼最 就是如果你說要發展的時候 有什麼最值錢呢 而放在那裡就是土地 那土地很簡單 既然土地是國有的 那麼國家給那些土地哪個 那它就無端端多了些錢 那有些土地都不行的 土地要平整 它們都有六平一通 又要將土地變成有價值的土地 當然在周邊那裡 就要建一些基本的設施 令到它變成更加賣得到錢的東西 所以在大陸來講 這個基本設施 基本建設就很多了 鐵公雞大家都知道了 鐵路 這個公路 這個基本設施 基本建設 就是這樣了 用這些東西 去令到國民的總產值 是向上升 也都令到 是經營這些這樣的 事業的壟斷的財團 大部分都是因為 有這個黨的關係 或者做了白手套 是會 因為這樣發財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經歷過鐵公雞 是不是 你想想 自從在那個所謂 十二五規劃之後 香港慢慢的聲音 起的那些東西 什麼 這個港深港高鐵 港珠澳大橋 連塘口岸 說得出 都有的了 是不是 現在又起這個 機場第三條跑道 就是 全部都是用這個 這樣的方法 去令到 經營這些這樣的 壟斷性的 基本設施的 財團 發財 第二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起 所謂一小時 生活圈也是 就是 你要令到 那些土地 有人住 有人用 是要做這些 建設去做的 是不是 所以一小時 生活圈 我們現在有說 他在做夢 說我一小時走到哪裡 都會享受到生活 其實 總體來說就是說 在這個鐵公雞 的推動之下 去發展一些房地產 圈地運動就是這樣 我是 軟委書記 市委書記 鄉委書記 主要有一個地方 大家覺得有用的 就勸了他 也可以由此 引入外資 是吧 引入外資的時候 也可以發財 或者是假外資 就是把錢拿來 去海外 然後再回去投資的時候 就變成假外資 發財 這個整體來說 是有什麼需要的 第一 就是政府的這個 財政的收入 其中一個很重要 是不是 如果大陸的中央政府 或者急急地下 不夠錢的 他們自己圈了地發財 是不是 發完再發 自己那個政府又良出 然後在政府裡面 有勢力的人 和一些跟他周圍的人 變成一個壟斷的財團 這個圈地運動 在歷史上 都不是第一次出現 我們看英國 有很多圈地運動 當時有這麼多地 因為當時 這個萬賜斯特 有這個紡織的業的興起 是不是 有蒸汽機 那些羊毛去做積造 將那些種地的農民趕走 養羊 是不是 很簡單 是不是 在這個 饑荒的時候 由於那些農地太過少 那一失修就是饑荒 是不是 經常都有些人 因為饑荒 要暴動 那樣東西 是不是 在印度 我大英帝國 麻煩你種些 適宜紡織的物料給我 我在這裡織 這個其實 在一個 原始累積的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經常都發現的 所謂羊食人 羊食人就是這樣來了 你種地的農民 因為羊要吃草 麻煩你自己去吃草 或者 連草都不能吃 因為 人吃不到草 吃薯仔 好了 這樣講的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恆大這個現象 恆大地產發跡 大家都知道 許家印本身是一個河南人 他曾經做過圖訓工人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時空交錯 因為小時候 在文化大革命就有一個圖訓英雄 叫做時傳牆 他說他圖訓是很革命 密密去做這個革命的螺絲釘 就變成全國的英雄 但是許家印就不是這個圖訓英雄 他的法跡就不是一個時傳牆 是變成一個英雄 被人拿出來捧了出來 捧了一陣子之後又被人鬥 許家印就是 去廣州拿到第一桶琴 之後呢 他就開始發展他所謂地產的王國 這個地產王國 就是變成恆大的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 恆大集團裡面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 一直都是這樣 許家印呢 他的法跡其實都是一些老的 這個人 是吧 他怎麼樣呢 就是 他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 就去發達了 就把廣州足球隊買了 就變成了廣州恆大 就拼命 因為有錢嘛 安一些資金下去 那麼 2011年呢 就已經是 就是 拿了這個 冠軍 是這個 大陸超級聯賽的冠軍 是不是 然後呢 七連霸 而且呢 還衝出這個 大陸 奔向亞洲 又拿了阿冠杯 拿了兩屆的阿冠杯 然後呢 就當然去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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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 發了財的人 都會有懸負 或者是在搞球的時候 可以 把資金外調 以至到參與整個 世界的足球博彩事業裡面的 這個 你可以說是 足球賭博 因為你要對球才行 是不是 這些 都不是的 你看到 就是中國 當習近平叫人家 吃草啊 不要吃那麼多菜的時候 都有的 你現在愛斯賓奴 就是這個 由這個 大陸的商人擁有的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國米就是蘇寧的 那就是 現在你去到歐洲 很多球隊 有中文字 或者這麼多中文廣告 其實就是 我們這個 路有凍死骨 豬門走肉臭的 其中一個 就是寫招來的 那為什麼 這個 許家印整個球 是會 對他有幫助 固然他的 合作夥伴 曾經是 你這個 你這個 就不說 我自己去去 他有幫助 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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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這個做法真的令到習近平是龍顏大穴的 拆鞋也要懂得拆 雖然他在恆大這隊足球隊 隔開了一百多個大隻十歲 因為他已經令到他自己出了位 變成一個連這個皇上都看到的東西 他也很注重去扶貧 因為習近平是貴州代表 另外貴州是最窮的 他在貴州投資了大量的錢去做扶貧的東西 當然這些鋪排就令到他在地產狂潮裏面 無論資金來源、圈地各樣東西都是得心應仇 所以其實他現在都很威風的 就是做了中國首富2017年 在全球地產富豪榜那裏過了李嘉誠頭 在2020年 雖然他的公司已經鴨鎮 但是現在都仍然是很威風的 這個 這樣的 壁橫我們看到 其實在中國的所謂高速增長裏面 有很多這樣的財富就是迅速地 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這個 移向了一部份的人 有些當然是白手套 大家都會相信那些中國的首富 那些錢全部是他的 是不是? 那現在許家印撞到的問題是甚麼的問題呢? 就是資不抵債 不停地巡住這個我剛才說的鐵公雞圈地 蓋房子 大家都知道的 內房股為甚麼炒不起呢? 就是因為其實是供過於求 不停地蓋房子 當然中間是涉及到很多東西 因為如果要蓋房子蓋得快的 好像碧桂園這樣蓋得快 立即收錢 立即拿了些貨 按了它立即收錢的 那就會出現這個偷工減料 豆腐渣工程各樣東西 豆腐渣工程的出現不是偶然來的 是因為那些人都不… 無論是住的人 被人收地的人 總而言之你是無權無勢的人 你都沒得說的 是嗎? 在豆腐渣就怎樣了? 你煮進去你就沒有菜 你不買又不行 是吧? 或者你有錢你想供層樓住 那你就被迫住要住 也都有鬼城的問題 是吧? 這個吉爾吉斯 好像你去了片場那樣 或者整個城鎮裡面的房屋區 晚上沒有人點燈都有的 那這些就是 你看到就是說 當那些人是要靠著我剛才說的 房地產業和基本設施的投資 去賺錢的時候 造成一個畸形的範圍 那這個自然是會造成 中國的國民總產值不停地這樣 說這個向上升 其實有很多人的生活改善很慢 甚至還有很多貧窮的人 這個原因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反過來 其實香港都經歷了這個過程 我們地產商惡了 我們的政府是和這個地產黨合作 不過現在有共產黨又不同了 共產黨當然是比地產黨惡了 是吧? 所以在大陸就是共產黨 也都是控制這個地產黨的 是吧? 它是可以的 你看一下馬雲 許家印 整隊恆大的時候 在看球那麼開心 其實他們的財富 其實都是因為共產黨 某一部分的人容許它去發財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說 為什麼中國裡面 產生了一個官僚的資本主義 也有官僚的資產階級 由一個黨去控制 去控制分配的資源分配財富的問題 好了 現在大家講的 我們學大陸就行了 大灣區 大灣區到底是什麼呢? 大灣區裡面有一間公司叫做恆大的地產 那個負債率是兩倍 就是說你有一元要欠別人兩元 是不是? 有一個集團 恆大集團現在其實都已經知道 聞到這個落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 是不是? 你看到的 如果地產找不到吃 那就做其他事情 因為恆大集團 恆大集團之下就有恆大地產 廣州恆大這對方 恆大新能源汽車 是不是? 又有這個恆騰網絡 金融有恆大人壽 總之因為那些地產 資本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借貸就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當然是錢賺錢 什麼生意都做 大家都知道的 香港人就說 最近有一間有個廣告 大家都看過的 就是說恆池汽車一個系列 六架車 電動車 看到你心動動的 突然間 現在又不見了 你上賣車都賣不到 但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輛恆大汽車上市 又是喀水 是不是? 這個就是這個 在市場的雜誌 拿錢來救命 也有這個恆騰網絡 是不是? 這個也是這樣去喀水 現在恆大搞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就這個要求就是 不如這樣吧 我恆大地產上不到市 恆大地產上不到市的時候 我們剛才用這個點金術 就是說將資產 當是一個上市的資產 就讓其他人來投資 去喀水的時候 你要讓我這樣做才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很大糟 恆大地產上不到市 它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 用一個深深A 去上市 就借殼上市 拿這東西上去喀水 當然在香港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你看到整個的 所謂大灣區裡面的經濟 或者大灣區裡面的房地產 是不是有出路呢? 當你已經是供過於求的時候 而這個疫情又令到生產開始停頓 或者有些外資開始走 又有貿易戰的時候 這個這樣的 令到很多人 很受苦的地產 內房的行業 能不能夠繼續下去呢? 能不能夠作為一個 這個經濟裡面的一個組成部分 繼續可以存在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 大陸如果你說你想你不死 很容易的 譬如說 許家印想不死 他就給政策 你可以用這個行政的手段 叫人不要追他債 或者追債也可以的 他給你多些股票 給你多些債 你入股或者買多些債 你都會帶著那些錢 雙等價值 這個很明顯是飲沉止渴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 講的整個問題就是 當這個特區政府 本地的藍絲 這個所謂的建制派 還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覺得 他自己騙自己 或者是在騙香港人 或者是拿香港人的錢 扔下海的 大家要明白 那8000億 走去說要扔下海 去填一個人工島 然後在一個人工島 就蓋房子 又因為要博那個人工島 又要建這麼多的工程 是不是必要的呢 如果不是必要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講來講去就要翻版 就是說把那些錢扔下去 做這個基本工程 鐵公雞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房地產去 令到有很多人 因為在這個膨脹的過程裡面 找了第一層營運 那些錢 包括顧問 材料又賺 賺光了 然後建好那些東西 是不是我們用呢 一個這樣的人工島這麼貴 你用不用到呢 是不是 這個人工島是給誰住的呢 現在那些人沒有公屋 等到什麼時候才能住那間屋呢 這些這樣 用這麼貴去做的樓 四面海景的樓 是不是你住的呢 是不是我住的呢 是不是又會變成 如果是好像恆大這樣 其實是一個 夢來的 是一個泡沫來的 很簡單 這個恆大的泡沫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爆 如果爆了的時候 骨牌效應 引起的這個 支不抵制 而引起的這個效應 就好像一個所謂名思基時刻 就是大家賭得太大了 再住一元到十元 一開始搞的 孫威所支持者 你就向為ara 責任 但你借棄到感じ就在其中 時候又 Enjoy 所以幫他們不演 可以讓大家多心 再說給他們幾乎 對啊 那就是大陸的規劃 去規劃香港 我们全部的东西都是要根据大陆的计划 其实就即是根据那些有权有钱的人 怎么去规划而附和他们 当然在这个合作过程里面 很多人都拿到钱的 是不是你看到的 其实这个林郑上一台已经是做了这些事情 一块就是说你的地产商可以补地价 建一些房子活化土地 那里就益本地的地产商 这个明日大雨那些益大陆下来的资本 其实分好的 如果我们就算没有这个抗争 都是继续这样走下去 那走到什么时候 这个当我们看到那条路就是说 原来这个今天我们受到那个迫迫 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大陆的官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要在它的危机里面 拿到他们继续维持它的利润 这个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揭责二语 是不是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香港人 或者我们香港的普通人 去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这样讲的 明日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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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广东 广东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看回地产各样东西 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希望大家是会明白到 不论怎么说也好 如果我们是要去回应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大家这个公民社会 是要重新去抵御不单止政治迫害 而是一个政治迫害底下 里面的一个资源和财富分配更加不公平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一头又说明日大雨要做 这个要配合湾区 叫人在大湾区生活 买房子 回去做事 喂 大哥你那里都已经开始崩溃了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 这个由这个恒大显示到的危机 另一方面还不止的 你这个 这个明日大雨都没得呢 拿了五亿五去 我们已经哀哀声了 大佬你是不是洗掉我们的储备先 喂 现在不够 将来说给个天堂你有什么意思 现在还要弄个所谓的贵山岛 不一而足的你看到 现在开始他们觉得 这个社会好像平静一点 开始就大家急急声去拿肉的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鬼山岛又要建些楼 给些香港人住 又不是一样的 这些事情 至于 在这个 特区政府的政策 以至到公帑的使用 其实你都会慢慢 察觉到 就是 上有好者下必沈焉 他 或者直接知道了 他就会推出来 或者闻到 揣摩上也都会提出来的 所以 我希望大家在 这个 所谓 永日大嶼 大湾区 麻烦你大声点说 如果恒大不行 除非 除非习大 带他救他 所以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希望 看到那些 蓝色在乱说的时候 你就会说 喂 这个大湾区是什么 麻烦你告诉我 不要说大湾区 不要这么明白大嶼 是吧 记住 一定要大声说 大声骂 下次再说